大家好 我觉得美国现在是变得越来越牛逼了 我记得前段时间我做过一些视频 跟大家分享过一组数字 据美国当地的统计 自去年的三月份到今年的三月份 12个月期间 在全美各地爆发了超过4000起 仅仅是针对于亚裔的暴力恐怖袭击案件 这个数字仅仅是包含了那些可以追溯的 有人报案的 那么在民间还有大量的被害人 也由于什么语言障碍 或者说基于一些其他不方便的原因 人家不敢报案的 说白了 这4000个案件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而已 对吧 之前我记得我分享过这个新闻 那么今天我看到另外一则新闻 我得出了现在美国越来越牛逼这样的结论 给大家再分享一下 据美联社4月2号报道 纽约警察局亚裔仇恨犯罪 特别工作组 看见没有 人家专门为了针对于亚裔的仇恨犯罪 成立了一个工作组 看来还是挺重视这个事 那么工作组的负责人姓吴 叫吴明恒 叫吴明恒 一听就是个华裔 吴警官接受任命 成为了这个工作组的负责人 美联社对其进行了采访 吴警官针对当前事故频发的 暴力犯罪频发的这么一个情况 对记者做了一些自己的阐述 吴警官说 他说 我认为目前在纽约的亚裔美国人面临着艰难的困境 有人会问我为什么发生了这些案件 在这其中有着一个共同的因素 那就是精神疾病史 吴明恒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透露了这一信息 但并未详细说明或具体指出 哪些案件和嫌疑人如他所说的这样 大家听完这个我 转述这个吴警官啊 对记者所发表的这个精神疾病史 这么一个观点 让我突然想到了 我们国内前些年特别流行的一个 就是临时工的事 对吧 我一说临时工 大家可能就耳熟能详了 前些年临时工这三个字 在国内非常火 为什么 什么各大企事业 单位 公司也好 不管哪 只要是一犯了事 一被曝光 一捅了娄子 这个公司也好 单位也好 把所有的使亏的 全部扣到了某个临时工头上 甭管他是不是临时工 反正出了事 你就是临时工 说白了就是 你跟我单位并没有签订 正式的劳务活动 对吧 工作活动你是没有的 意思就是 反正出了事 你就去背锅就好了 你说是正式工 这个时候 你也是要强迫成为临时工 我把你一辞掉 然后我就跟你捅了这个楼子 闯了这个货 划清界限了 前些年 大家有印象吧 我们国内很多临时工案件 对吧 在哪一出事都是临时工干的 不管哪一出事都是临时工干的 结果我觉得 人家美国比咱中国 更上一层楼 确实厉害 人家他现在不说临时工了 人家直接说这些犯罪嫌疑人 全是精神病 那我就想请问一下 这个武警官 你们自己的统计 12个月爆发了4000起 我只说这些已经报了案的 4000起 针对于亚裔的这些暴力犯罪 难道你的意思就是 有超过4000个精神病人 流窜在全美各地吗 而且这个武警官 他自己也承认 他说亚裔美国人社区 存在着一种叫 不报告这类犯罪事件的倾向 他说因为语言障碍 一直以来是报告犯罪案件时 存在的问题 对吧 然后这就是为什么 他的团队有掌握多种语言的警探 他也承认在亚裔这个全体 在亚裔这个团队里面 在亚裔这个圈子里 很多人因为语言障碍 或者说其他的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有些其他原因 或者胆小干嘛 稀释宁人人人家不报案 如果说连4000起都不止的话 这些针对于亚裔的恐怖袭击 那就是在全美目前得有上万个精神病人 精神病号 在全美各地流窜 而且人家这些精神病 还特别的有指向性 你看发现没有 人家在攻击的目标非常的精准 不攻击白人也不攻击黑人 就攻击亚裔 我觉得这精神病是不是犯的是一种病 吴警官 你得解释解释 因为这记者也问你了 对吧 你也不针对你刚才所说的精神病的 精神病共同因素 你做出一些详细解释 到底哪个案件 是吧 哪个嫌疑人 是你说的是精神病 他就来了一句 精神病是所有的这些案件当中的共同因素 我觉得他们不是精神病 我觉得你倒是像精神病 吴警官 对吧 我们国内之前凡是提到临时工的时候 民间的声音 起码民间的声音都是大骂这些 把屎盔的往 动不动就往临时工头上扣的这些人 负责人 结果人家美国纽约 亚裔仇恨犯罪特别工作组的负责人 吴警官 人家名不张胆的 堂而皇之的 就是把所有的屎盔子全部扣到精神病人头上了 你说精神病人 你说招谁惹谁的 是不是躺枪啊 躺着也中枪啊 如果大家都是精神病的话 那我只能证明 美国精神病院管理的实在是太疏忽了 怎么能让成千上万的精神病人 在全美各地流窜呢 一个是你对这些正常人不负责任 你对精神病也不负责任呢 是不是啊 而且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什么精神病 能够只针对一个特殊的特定的族裔展开攻击 而且有的案件 它不止一个一对一的攻击啊 它是群殴 对吧 有多人针对亚裔进行攻击 难道是干嘛 精神病人还是组团出去攻击去了 武警官 我觉得这样就是美国现在真的就是 你说你明明是有这种种族的歧视 反华的倾向 不敢承认 说白了就是啊 把所有的使亏都靠到精神病头上 对吧 凡是攻击亚裔的都是精神病 那是精神病吗 那不就是明明 明明白白 显而易见的反华的运动吧 反华的趋势吗 你怎么不敢承认这个事实呢 哎呀我真的是 我看完这个新闻之后啊 我真的就是替精神病捏了一把汗呢 啊在家在在美国我跟你说啊 真的家里这假如说真的有精神病人的这些家庭 你们要注意了 我怀疑接下来啊 可能要美国要对精神病这个团体开始大清洗了 因为使亏的已经扣到你们头上了 你们要小心啊 你们接下来可能就是要为这些犯罪嫌疑人背锅 啊 要要给他们背锅了 可怜呢 美国的这些精神病人招谁惹谁了 啊